哈喽大家好,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女孩意外发生车祸 醒来后穿越到八年后 看到的一切让她难以承受的电影 影片开始是一个童话故事 云国是一个让逝去的人停留的地方 那里是准备前往天国的人们停留的地方 直到他们的家人忘却他们为止 刚来云国不久的企鹅妈妈 每天看着人家的孩子流泪 时间过了很久,雨季来临了 企鹅妈妈坐上的雨滴列车来到人间 她在车站跟企鹅宝宝见面 母子俩再也不想分开 他们一起跳房子,一起抓鱼 愉快地度过了雨季 待雨季结束后 企鹅妈妈要重返云国 如果赶不上车就要去天堂 就再也没法在天空看着小企鹅长大 母子二人在车站告别 企鹅妈妈顺利回到云国 她每天都看着小企鹅健康地长大 再也没有哭泣过 童话故事结束后 志浩和尚的故事说 她的妈妈刚刚过世 爸爸在外面持续放空中 亲戚们都说 妈妈当初坚持要生下志浩 然后身体就不行了 志浩看着妈妈的遗像 一直坚信着妈妈会在雨季的时候 中央院的云国乘着列车回来 时间来到一年后 志浩爸爸在游泳馆上班 每天找出晚归 志浩因为失恋妈妈 每天都会来到妈妈的房间 睡在她的衣柜里 她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天气预报 希望雨季来临 这天终于看到了雨季即将来临的预报 她兴奋地告诉爸爸 雨季一来 妈妈却会回家 爸爸虽然知道适者已适 但也不忍打破志浩的童话梦 没有了妈妈的生活 总是那么差强人意 志浩的扣子也会扣错顺序 袜子也是一长一短 出门上学前 志浩穿上了雨衣 等待着雨季的来宁 晚上回到家 爸爸看着以前的录像带 有点小伤感 这时听到志浩在外面喊着下雨了 两人急忙赶到火车站 志浩却没有看见妈妈 但她坚信妈妈今天会来 坚持不愿意离开 尽管爸爸理性上不相信童话故事 但是她比任何人都希望童话故事是真的 在回去的路上 爸爸看到隧道里有一个身影 志浩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 兴奋地喊着妈妈 爸爸赶紧阻拦 这时候女人抬头 吓得爸爸摔跤在一旁 原来真的是志浩的妈妈 但是好像得了失忆症一样 根本不认识眼前的志浩和爸爸 父子俩把妈妈带回家 家里摆满了三人的合照 这时妈妈才勉强相信这两个人可能真的是自己的丈夫儿子 到了晚上 妈妈和志浩睡着以后 爸爸悄悄地去看他 用手试探到了他脸颊的温度时 才缓缓地输了口气 原来他真的是人 这也真的不是梦 第二天 爸爸也有了工作的动力 妈妈也帮即将上学的志浩扣好纽扣 爸爸把志浩送到了学校 可志浩并没有进去 等爸爸离开后 他转身跑出了学校 回到了家里 他只想多跟妈妈待在一起 因为他知道 预计终究会结束 志浩和妈妈一起玩着游戏 享受着和妈妈的短暂时光 生活还是那个生活 洗衣做饭 一日三餐 但是因为多了一个人 便多了很多趣味 渐渐地 妈妈融入了这个家庭 也已经认同了自己的身份 他很好奇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并且结婚的 爸爸开始讲述以前的事情 妈妈的名字叫秀雅 是一个学霸 爸爸的名字叫于正 是游泳特长生 就坐在秀雅的隔壁 但他总在睡觉 所以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一致游泳课上 老师让会游泳的和不会游泳的 分为两主 与正折交不会游泳的同学学习 这时听到不远处的求救声 原来是秀雅溺水了 体育老师也是束手无策 是与正潜入水中 救起了秀雅 获救的秀雅 对与正说了谢谢 与正却发现 自己喜欢上了秀雅 于是上课经常偷瞄她 在一次舞蹈课上 与正和秀雅 都是惯用着脚 于是被分到一主 于正有点小紧张 两人很尴尬 结果刚开始就拆到了秀雅 起身的时候还撞到了秀雅的鼻子 秀雅生气的离开了 从那天以后 两人再也没有说过话 一直到毕业那天 秀雅才拿着同学录递给了于正 在于正写完后 才发现自己的笔被秀雅一并拿走了 之后秀雅去了首尔大学 自己折在附近上学 但是她依旧喜欢着秀雅 可一直没有勇气拿起电话 一直到几年后的某一个暑假 她终于打通了秀雅的电话 让秀雅把笔还给她 两人约定了见面地点 于正精心打扮了一番 跟秀雅在学校门口见面 秀雅把笔还给了她 然后转身就走 看着秀雅离开的背影 于正终于说出想要请她喝一杯 秀雅没有拒绝 两人第一次在一起吃饭 也逐渐找到了共同话题 晚餐结束后 两人在站台等车 于正的公车很快就到了 可于正表示 要看到秀雅离开后她才会离开 当秀雅的公车到来的时候 秀雅也表示想要坐最后一班车 两人似乎已经心照不宣 画面回到现在 新闻上说 今年的雨季可能要比往年要长 于正看到这个新闻很开心 学校里 志浩和同学一起看这外面的雨 一个同学表示 因为自己的爸爸洗车 所以才会下雨的 志浩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到了晚上 秀雅继续问于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画面又回到过去 经过公车站台事件后 两人又一起看了电影 雨正想要牵住秀雅的手 结果牵到了后面大叔的脚 秀雅成功被逗笑了 电影结束后 两人又是等公交 秀雅主动地把手放进了雨正的口袋里 雨正瞄动 将自己的手放进了口袋 拉遮秀雅的手 两人手拉着手一起爬了山 坐着山头看着露天电影 看遮秀雅的嘴唇 雨正终于鼓起勇气亲了下去 秀雅也没有拒绝 当天晚上 雨正送秀雅回家 秀雅送雨正一朵事业草 鼓励她在国家选拔赛上 获得好的成绩 雨正备受鼓舞 从此加紧锻炼 结果晕倒在泳池里 原来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从此不能再做拒绝运动 她不想拖累秀雅 于是跟秀雅提出了分手 一年过去了 雨正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忘记秀雅 决定去她的大学寻找她 正好看见秀雅上的同学的汽车离开 雨正有些失望 最终选择放手离开 一直到某一天 雨正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去火车站接秀雅 下车后的秀雅紧紧地抱住雨正 一刻也不想分开 画面回到现在 故事说完后 秀雅和雨正的感情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第二天 一家人吃着饭 电视里正在报道雨季将要结束 雨正赶紧关了电视 似乎这样能延长雨季 秀雅在手工房里打扫卫生 发现了自己的日记本 她开始阅读 一直到天黑 终于见到了童话故事的最后一页 看见了结局 结局就是雨季结束 秀雅又要重回云国 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 于是开始教志浩打扫卫生 教她洗澡 教她一些生活必备的技能 到了晚上 秀雅观看着志浩刚出生不久的录像 很开心 但是不多久 她又哭了起来 雨正见到了这一切 当天晚上 她叫上自己的朋友一起运柴火 想要将火车隧道堵住 可是雨水却将之前的努力冲垮 第二天上班的雨正没有精神 突然又接到了同学妈妈的电话 原来是志浩总是把肥皂水 撒在她家的车上 还被同学妈妈说志浩缺少妈妈的教育 父子娘回家的路上 志浩突然哭了起来 原来她以为 只要同学的爸爸洗车的话 第二天准会下雨 雨正心疼地抱着儿子 自己又何尝舍得秀雅离开 第二天 秀雅出门的时候 发现雨停了 她知道是自己离开的时候 学校的志浩也感觉到 妈妈即将离开 在活动结束后 志浩飞快地跑去隧道找妈妈 秀雅已经走到了隧道口 这时志浩赶来 秀雅哭着说自己要离开了 志浩向妈妈道歉 说因为我妈妈才会生病的 妈妈马上否认 说就是因为有志浩 自己才会很幸福 但是志浩却认为 如果没有自己 妈妈和爸爸一定很幸福 妈妈告诉志浩 如果没有你 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幸福 这时的雨正终于赶来 秀雅已经准备离开 她含着眼泪看着雨正 雨正不舍地流下了眼泪 看着心爱的秀雅离开了人间 往后的日子 父子俩的生活 在秀雅的调教下 开始有条有理 志浩变得开囊起来 雨正也重回了生活的信心 这天雨正在吃药的时候 发现药袋里有秀雅 留鬼之间的纸条和钥匙 她打开了手工房 看到了秀雅的日记本 原来秀雅一直也喜欢着雨正 那是一个雨天 秀雅在巷子里和雨正碰到 雨正主动收起了闪 让秀雅先通过 从这一刻起 秀雅就对雨正有了好感 游泳课那天 秀雅本来是站在 不会游泳的那边 可是没抢过同学 导致自己溺水 被雨正救起后 觉得在喜欢的人面前很丢人 就一个人离开了 舞蹈课上 秀雅知道雨正是惯用着脚之后 自己就假装是着撇子 想和雨正分道一组 但是跳舞的时候因为太紧张 忘记自己是假装的着撇子 所以才会被雨正拆到 毕业那天 秀雅拉到雨正写的同学奴后 紧张地离开了教室 才发现雨正的饼 纳在了自己手上 回到家的秀雅 多次想给雨正打电话 却始终没有鼓起勇气 直到那一天 接到了雨正的电话 秀雅兴奋地站了起来 环比的那天 秀雅本来失望地准备离开 直到雨正邀请她去共进晚餐 她才露出了笑容 在雨正和秀雅分开后 秀雅一直在哭 图书馆那天 秀雅跟同学约好一起去复习 在车上 秀雅见到了雨正的身影 她忙下车追赶 却不幸发生了车祸 就这样才回到了八年后的未来 原来秀雅并不只是单纯的示意 她在八年前因为追雨正 不小心被车撞飞 脑部受到重创 一直昏迷不醒 神奇的是 她的意识穿越时空来到了现在 因此有了电影里的故事 她并不是从云国下来 而是从八年前穿越过来的 时间又回到了八年前 秀雅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她去到了未来 和雨正去过的地方 感觉是那么的真实 她确信自己回到过未来 于是开始思考 她此时已经知道 如果嫁给雨正 自己一定会死 她想了很久 最终决定放弃宝言 去找雨正 于是她给雨正打了电话 来到火车站 和雨正紧紧地抱在一起 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有了儿子志浩 有了自己的因比尼氏 看到这里的雨正 和尚的日记本 深深地感受到秀雅对自己的爱 随着时间的流逝 志浩已经长成了大男孩 但是她每年生日都会收到妈妈借的贺卡 当然这都是秀雅离开前安排好的 影片最后 雨正把日记本送给了志浩 希望志浩明白 妈妈永远都没有离开 只是在云国看着我们 人生就是要在爱中成长 哪怕只有一次 竭尽全力去爱 无论结局如何 最后都是丰富多彩的一生 生命中能有一个竭尽所能 去爱你珍惜你的人 是一件多么美好 多么珍贵的东西 我们应该把握当下 无常如常 珍惜每一个明天的日常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